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解读一本《幸福的勇气》 教育为什么要自力更生? 如何在社区情感的指引下主动去爱、自力、选择人生获得真正的幸福? 当谈到快乐时,真正处于快乐中的人往往感觉不到什么 记得大学毕业八年后,第一次见到闺蜜的时候,她问我 你幸福吗?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每天忙着上班、做家务、教育孩子 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什么幸福 当然,她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很不开心 几年之后,她鼓起勇气离开了那个不幸的婚姻 现在,我们又见面了,她不再谈论幸福 因为,她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幸福到底是什么? 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 幸福就是生命本身的目的与意义,是人类存在的目的与目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了幸福的四个要素 总体的快乐、快乐的性格、积极的情绪和快乐的感觉 而我国著名学者林语堂则对此做了更具体的描述 幸福,一是睡在自己的床上 二是吃父母做的饭 三是听爱人说甜言蜜语 四是跟孩子玩游戏 作为《被讨厌的勇气》的姊妹篇《幸福的勇气》 这两本书合称《勇气》 在《被讨厌的勇气》中 青年身为一名图书管理员 羡慕他人的生活,却总有一种迷茫的感觉 他曾五次和阿德勒心理学哲学辩论过 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低潮 现在却有勇气去追求幸福 三年过去了 他真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吗 回到现实生活中的青年 为了更好的实践阿德勒的哲学思想 他辞去了一直不怎么喜欢的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到他初中毕业的母校当老师 但是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没办法完全按照阿德勒的思路去教育学生 不批评也不表扬 这让他的班级乱成了一锅粥 他开始怀疑 阿德勒的哲学思想是否只适合传教 根本没有科学依据 在彻底放弃之前 他又回到哲人的小屋里 向哲人倾诉自己的烦恼 与哲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幸福的勇气》 正是这次谈话的记录 可以说是对阿德勒思想的进一步解读 在《被讨厌的勇气》 这本书里有一位叫《案件一郎》一生都在研究阿德勒心理学与柏拉图哲学 另一个是擅长对话题写作的青年作家古赫史剑 在这本书里 他是个年轻人 事实上 古赫史剑曾多次前往京都 《拜会访案件一郎先生》 聆听他关于阿德勒心理学研究的见解 回去之后 他又把阿德勒的系列著作当作《哲学书》重新读了一遍 带着疑问再次拜访了《案件一郎先生》 两人就《幸福论》展开了长时间的谈话 主题是阿德勒一直在探究的什么是幸福 这场对话涉及教育论 组织论 工作论 社会论 人生论 一直讲到爱 自立 在这本书里 我们还看到了青年 急切地想要解决阿德勒思想教育失败的问题 但是 经过与哲人的辩论 他发现自己的成长 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成熟 自立 懂得爱的人 才有可能把教育工作做得很好 他必须有勇气去改变自己 去突破自己 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好了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下面我就给你详细介绍一下 第一点 教育的目的在于自立 第二点 再谈人生话题 第三点 选择爱的生活 首先 让我们从第一点开始 教育的目标是自立 因为无法管理好班级里的老师 青年大概从来没想过什么是教育的目的 所以当哲人问起他时 他首先回答说 这是一言难尽的事 通过学习 学习 培养社会性 成为一个有正义感和身心健康的人 事实上 对于这个问题 阿德勒给出了一个答案 教育的目的是自立 人类在追求自由 摆脱无力和不自由状态之后 都会有自立的要求 因此 教育并非干涉 而是帮助儿童自立更生 这里的教育者包括教师和家长 在教育孩子时 我们必须有明确的目标 把孩子培养成能够自立的人 可是既然目标已经明确 那该从何下手呢 哲人说 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尊重 年轻人再一次对此表示困惑 教育孩子要尊重父母 老师 领导吗 再书的开头 这个年轻人 表现出了一种令人讨厌的勇气 这与他在书中的迷茫和迷茫完全不同 他变得很有主见 也很坚持自己的立场 但他的话语中 却带着一丝不悦 怎么能对一个 哲人如此无理 不管怎么说 哲人都是自己的老师 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尊重 但哲人并不在意 而是耐心地跟他讨论 教育者最重要的教育方法 是以身作则 一个连老师都不尊重的人 怎么可能尊重学生 哲人对年轻人说 首先要尊重孩子 这就是一切的起点 青年差一道 我 尊重那些连五分钟 都无法安静下来的孩子吗 哲人引用了与阿德勒同时代的社会心理学家 埃里克 弗洛姆 他为了躲避纳粹迫害 从德国逃到了美国 作为老师 要尊重孩子 作为家长 要尊重孩子 让孩子接受自我 找回勇气 如果没有尊重 教育就永远是扭扭捏捏捏的 无法顺利地进行下去 想想看 当我们抢迫孩子去做某事时 会发生什么 最近微信上流传着一段视频 说的是鱼林一位老教师 因为女生成绩下滑 背着时尚书包 当众扇了女生五个耳光 看完视频 我很心疼那个女孩 她是个好孩子 比老师还高 但是 她哭着不还手 评论区一片哗然 有人说 如果我是孩子的家长 老师不用道歉 我也会删她五巴掌 有人说 这位老师不尽人情 不配做老师 应该立刻开除 其实 这位老师 根本就不尊重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老师 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 他肆意践踏孩子的尊严 对孩子纯洁的心灵 造成严重伤害 尊重他人的第一步 就是关心他人的利益 不仅仅是教育孩子 在职场同事 恋人之间 甚至国际关系中 关心他人兴趣 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位鱼林的老师 不仅不尊重他 连最基本的关心都没有 女生为什么要背时髦的书包 她有什么爱好 如果她真的这么关心学生 也不会做出 这种冲动的事情了 说完 尊重 我们再来谈谈孩子的五个问题行为 这五个阶段呈逐步上升趋势 因此 教育者要实时关注孩子 即时发现孩子的问题 在哪个阶段 及早采取措施 防患于未然 第一步是赞美的要求 这一阶段 是令人迷惑的 你可以看到 孩子们 总是为了得到表扬 而努力 把事情做好 这个时候 可不能马虎 我们要看清问题背后的原因 这个孩子 只是做了一件 值得表扬的事情 如果没有表扬 他就会失去动力 或者为了满足家长的要求 考试作弊 或者故意伪装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或者说尊重 就是要发现孩子真正的兴趣所在 跟他产生共鸣 让他知道 你一直在关注他 而不仅仅是关注他做的好事 这里有一句诗 叫做润物系无声 引起关注是第二阶段 这里 我们再次使用阿德勒的目的论 孩子想要得到别人的关注 但如果不被表扬 又想得到别人的关注 怎么办 那就搞破坏 他必须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哪怕是挨打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朋友有一对双胞胎 老大乖巧听话 母亲自然是宠爱有加 而老二则是一副 木讷笨拙的样子 母亲每次提起他 都会叹息一声 有一次 一家三口逛商场 突然不见了老二 老爸老妈急得团团转 找遍了整个商场 也没找到老二 老妈正准备去商场广播 却被老二发现了 妈妈当然很生气 质问他 为什么找不到自己的家人 其实 老二 这是在试探自己的家人 看看自己 找不到自己 是不是很着急 这位朋友 应该提高警惕 孩子 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 大人要反省一下 自己的教育行为 权力争斗 是第三阶段 这个阶段的孩子 明显是有问题的孩子 他不听任何人的话 不断地挑衅 挑战 试图通过挑战 来获得特权地位 炫耀力量 具体表现为 脏话 脾气暴躁 行为粗鲁 抽烟 偷盗 破坏规矩 还有一些家长和老师 就是不肯学习 不是他们不想学习 而是想 证明他们的力量 这个时候 父母一般都会很生气 除了训斥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 不管是生气还是训斥 都是被这个孩子给骗了 这是他想要看到的 第四阶段 则更为恐怖 复仇阶段 到了第三阶段 父母发火也没用 想要放弃 不接招了 这时候 孩子觉得自己 已经输了 他要开始下一步的复仇 要报复那些 不认可 我的人 不爱自己的人 如果你不爱我 那就让你恨我好了 从阿德勒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自残行为和孤独症行为 都属于复仇 他们用伤害自己的方式 控诉对方 看 都是因为你 我才变成这样 到了这个阶段 直接管教的人 也是束手无策 因为 无论怎么做 都会让他的报复 变得更加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向第三方求援 证明无能是第五阶段 这是最后一步 比复仇还要麻烦 这个阶段的孩子 属于装傻 他对任何事情 都不感兴趣 哪怕是再简单的课题 他也不愿意去做 有些孩子 看起来很神经质 我是个笨蛋 什么都学不会 你们还是放弃我吧 这才是最痛苦的阶段 幸运的是 大多数孩子的问题行为 都是处于权力争斗阶段的 第三阶段 这些问题的根源 就在于孩子们 想要找到归属感 也就是说 确保你在社区里的 特殊地位 作为教育者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哲人对青年说 你要做的 就是关注他们的目标 和他们一起 思考未来的行动 我们要相信孩子 尊重孩子 让孩子自己决定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吗 谁不害怕自己的孩子 做出错误的决定吗 这本书里的哲人 举了的例子 孩子们问 我能不能和朋友们 一起玩 有人说 当然可以 但先把作业做完 或者有些家长 为了安全起见 直接禁止孩子去玩 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这是由你来决定 这件事 他敢不敢做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哲人却反问 你怎能断言 只有他们自己的选择 才会失败 而你所指出的道路 就一定不会失败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世界上的道路很多 无论我们选择哪一条路 都会错过另一条路 让孩子走自己想走的路 体验自己的生活 当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会伸出援手 这就是教育工作者的职责 自立更生是个心理问题 十岁就能自立 五六十岁还不能自立 扪心自问 你有没有独立的能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内容 教育的目标是自立 接下来 我们要说的是第二件事 人生 再谈这个词 是因为他在被讨厌的勇气中 提到了阿德雷的人生话题 但理论毕竟是理论 走上社会后 却碰了一鼻子灰的年轻人 并不觉得幸福 哲人指出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 他总是逃避生活中的三个问题 即工作 交友和爱情 青年们认为 教育学生是一种专业的 有报酬的工作 但是哲人们说 阿德雷的亲身示范表明 教育者与学生之间 应该有交友的关系 三年前 两人对人生话题 并未深入探讨 青年并未真正了解 人生课题 更无勇气 获得幸福 人生课题是什么 这是一个人生存在社会中 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 这些主题实际上 都是关于人际关系的 阿德勒对痛苦有一个定义 所有的烦恼 都是关系中的烦恼 反过来说 所有的快乐 都是关系中的快乐 那么 工作关系和交朋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一次再谈 哲人给出了答案 工作关系 是信任关系 朋友关系 是信赖关系 区别在于 信任与信任 我们已经从 被讨厌的勇气 中了解到 信任与信任之间的区别 信任是有条件的 我相信的不是你 而是你是符合条件的人 比如你去银行贷款 银行会信任你 因为你有抵押担保 银行认为你有能力偿还贷款 这就是信任 信任就是无条件的信任 相信自己 而非外在条件 我相信你 不管你信不信我 工作关系有利害关系 因为在一起工作 关系必须维持 这就是信任的关系 在这个社会里 为了生存 我们必须分工合作 分工要求我们彼此信任 否则就不能合作 而交友关系的内在动因 是喜欢这个人 而非条件所限 因此这种关系 成为信赖关系 对别人的信赖 和对别人的尊重 是密切相关的 不管是哪种对象 都可以去 信赖 尊重 这就是勇气的问题 你是否有勇气 去相信别人 哲人直言不讳地告诉青年 你总说不能相信别人 其实是因为 你不能完全信任自己 青年教导 哎呀 多么令人不快的心里啊 老实说 当涉及到人生的话题时 又有几个人能保持镇定 有多少人 能做到无条件的信任 那么 让我们先来看看 阿德雷的经验吧 他也经历过一战的残酷 所以他并不像弗洛伊德那样 思考战争 杀戮和暴力的原因 而是想着 如何阻止战争 他相信 通过教育改革 我们能够促进世界和平 有人问特雷莎修女 我们应该 做些什么来维护世界的和平 阿德勒也是这么想的 想要让世界远离战争 就必须摆脱战争 虽然很多人都不认同阿德雷的观点 但他的思想 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希望 一百多年过去了 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地方战火连天 但是大部分国家都是和平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 主动地相信别人 相信这个世界 相信阿德雷的理想 终有一天会实现 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件事 就是 再谈人生话题 我们谈到了工作课题 与交友课题这两个人生课题 我们将第三个课题爱的课题单独列出来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主题 爱的生活 弗洛姆在 爱的艺术中对爱下了定义 爱是一种不确定的行为 如果你想要爱对方 对方一定会对你产生爱 你会全心全意地奉献自己 这句话 使我想起了有一种女人 无论嫁给谁 都会幸福 这样的女人 大概就是懂得爱的真谛 懂得爱 阿德勒相信 没有命中注定的爱人 只有自己主动去爱 一天到晚 想着 怎么让别人爱上自己 还不如自己主动去爱 这句话 对那些单身贵族来说 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要 每天待在家里 幻想你命中注定的情人 正穿过人群向你走来 你自己去交朋友 跟你搭讪 给你心仪的人写信 这只需要一点勇气 爱是独立的 成熟的 所以爱很难 有多大的勇气 就有多大的幸福 他喜欢阿德勒的那句 我们为主语而活 在我们相爱以前 你用 作为主语 我用 我作为主语 自从我们相爱以来 我们的主语 就变成了 我们 为食魔 我们会一起成为我们 为了生活得更好 所以当你要结婚时 不要因为别的原因而结婚 而是要爱这个人 才能让你更快乐 哈佛大学 开设了一门非常流行的课程 幸福课 教授泰勒本 沙哈尔教授认为 幸福取决于你的思维方式 他指出幸福的首要要素是 亲密 所以说 爱你的人和爱你的人很重要 这是快乐的基础 这也是人的天性 青年之所以不快乐 是因为他们总是逃避主动去爱 一个不会爱的人 心理上会有一种自卑的心理 他不会给自己归根结底 他是一个没有自立精神的人 因此 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 他都不懂得尊重别人 所以 在教育上遇到那么多困难是必然的 离别的时刻到来了 哲人给青年这样一句话 在所有的相遇和人际关系中 不断地为最佳分别而努力 以便有朝一日离别时 能够无怨无悔地说 和这个人相遇一起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值得的 这个夜晚的辩论是值得的 哲人分析得很透彻 青年从痛苦 怀疑羞辱和愤怒中恢复过来 重新获得了爱情的勇气 决心过上幸福的生活 自己解决问题不难 认识别人 认识世界 难的是认识自己 阿德勒曾经说过 人生并非登山 也非一条直线 生命是由一个个瞬间构成的点 点击当下 点的轨迹便是我们的命运 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 咨询师通常拥有代表 我们内心的三棱柱 一面写着可恨的别人 一面写着可怜的自己 前来咨询的人通常会控告 伤害了他们的人 或者痛哭流涕地 诉说他们的不幸 这个时候 咨询师会把第三面 展示给咨询者看 这面写着 以后怎么办 从哲人小屋里走出来的青年 知道他今后要做什么 主动去爱 自立 选择生活 零四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此结束 让我们回顾一下 今天讨论的要点 首先 我们谈到阿德勒 关于教育的目标是自立 教育的入口是尊重 孩子们有问题行为的五个阶段 一是引起关注 权力争斗 复仇 五是证明无能 这五个阶段是循序渐进的 如果孩子的问题行为 在前三个阶段并不严重 家长采取适当的措施 也能纠正 但是在复仇 证明无能这两个阶段 孩子们在父母的教导下 基本上都是固执的 这个时候 他们必须借助外力 其次 我们谈到了工作与交友的人生课题 工作是一种信任关系 每个人都是因为工作才走到一起的 一旦离开了工作环境 关系也就结束了 交朋友是一种信任 一种无条件的信任 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 是不能相信别人的 如果只有工作关系 没有朋友 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 最后谈到爱这个话题 爱并非命中注定 而是需要我们主动去爱 爱是一个 有两个人共同完成的课题 生命的主语 应该由我变为我们 本书通过青年的在访 与哲人彻夜长谈 着重阐述阿德勒的教育思想 认为教育者应该与孩子交朋友 尊重孩子 放手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在深谈人生课题 工作 交友 爱情 归根结底都是关系 如果把被讨厌的勇气 比作一张幸福地图 那么幸福的勇气 就是一本快乐地图 想要得到幸福的你 就带着勇气和谋略 一起出发吧 感谢观看